嗨 大家好 我是阿美美 现在我是要来跟大家分享我买的一个迷你风扇 因为最近天气都非常非常的热 那爱迪就去上网帮我买了一个这种 这种这种这种迷你风扇 然后这个迷你风扇好像很特别 然后应该也很流行 因为今天早上我去龙泉市场 买东西的时候就有看到有人卖这种迷你风扇 然后到了下午我去花式逛的时候 也有一位太太她的脖子上也挂了这个迷你风扇 那可见现在应该是蛮流行这种挂脖子的迷你风扇 叫做挂脖式懒人风扇 也可以这么讲 挂脖扇 就挂在脖子那个脖子挂脖扇 这样就说你不用像以前人家拿着这个 那个拿着小风扇在那边吹吹吹 是不是很累啊 那这种你挂在脖子上就不用手在那边拿 算是很方便的一种吹吹吹怎么讲 清凉的工具 清凉的工具啦 他帮我讲 然后这个东西好像蛮有意思的 各位看它有360度 这个风这个可以这样调整 调整这个风的那个风扇的角度 你要怎么吹都可以啦 你要吹在脸部这边或是往前吹 各种方式吹有360度都可以吹 而且它有三档的风力 就是说看你喜欢吹比较大的风啊 比较弱的风啊都可以啦 然后它这个它这个电续航力 应该叫续航力大概十个小时 可是我想说十个小时 应该是风力比较小的时候吧 然后我觉得这个风扇好像蛮方便的 你也不用拿着这样子好累喔 对不对 那我们来操作一下 我把它应该要把它拿下来 这个要先跟各位讲一下 这样怎么弄 你不要直接吹 我先拿下来 这样子拿下 你要 要那个时候不要这样头上套下去 因为人的习惯说直接套下去 那就很难套 一般你要这个挂脖子 这种迷你风扇是这样吼 这样子比较好挂 好那就这样 我先拿下来 我们就来来把它操作一下好了 还有这个风扇有一个好处 你如果说你不挂在脖子上 譬如说你在打电脑 你也可以把它按这样 就把它这样子 放在这边 然后就可以吹向你这边 然后不用挂着也可以啦 就是当桌上行的也OK啦 然后刚才有跟各位讲 它有三 风力有三段式嘛 我来试试看 它有一个开关 我找一下开在这边 因为都是白色不要 你就是稍微压 压 压久一点 压久一点 有它的指示灯有出来就是有在运转 运作这个有没有看到这个亮亮的 然后这是第一段 如果要觉得要再风力强点就 哦是不是声音不一样更强了 好又更强 有没有跳声音 我想这个应该吹在你身上 应该是够凉的 因为风力很蛮强的哦 那变成说你要关也很简单嘛 你就是把它压几秒钟 它就洗掉 这指示灯就没有了嘛 很方便 然后你要充电嘛 充电它这边就有一个USB的那个小的插槽 你这个到时候需要充电 就可以用这个 这有个孔可以充电 而且它这个东西也收藏蛮方便的 这样子如果说你要把它收起来 这样是不是这样 很方便 这样子就可以把它收好 摆好这样子 我是觉得很方便 这种的话你不用像早期要拿着一个 手持式的那个迷你风扇在那边吹很累 这个你挂在脖子上就自然就可以吹风了 就很方便就对 所以这是叫做懒人风扇 应该是现在应该是蛮流行的 然后这个有两个风扇应该是 应该是很够强啦 这个风力一般来说是蛮强的 我是觉得应该还还不错啦 应该目前来讲是应该蛮流行的 这个是第二代的啦 那第三代是很像有灯光的 再来我要再强调一个 就是它这个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这个地方你可以把它拆开 然后它有有这种就是有西棉 里面有一个西棉 西油棉 里面可以放你喜欢的喜欢的那个精油 有没有 很多什么 香精油 叫什么 很多种你可以去市面上买 茶树精油啦 玫瑰精油啦 就看你喜欢哪一种精油 新鱼草的啦 然后你就可以在里面沾一些 放一些 然后 滴几滴下去就可以了 然后你就把它盖起来 好盖起来 然后把它打开吹的时候 就有阵阵的那个什么香味出来 有你喜欢的香味 就会随着这个风这样吹吹吹吹 你就觉得很舒服 因为是你喜欢的那个味道嘛 对 你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就对了 就是加自己喜欢的那个香精油下去 那这个东西 有人会问说 这个东西要多少钱 有已经有人问了 真的啊 所以我已经 我跟各位讲这是一百八十九块 那运费的话每家不一样 我买的是一百八十九 再加运费嘛 有些是超商取货 有的七十六十 那个就不一定 你买多少 在哪里买的 因为是你买的我也不晓得 这露天拍卖买的 爱迪在露天拍卖买的啦 一八九 一八九 然后它这个是第二代 第三代好像有灯光的样子 因为第二代比较便宜 因为你说说 第三代可能加的东西可能就要两百多块 两百多块 因为我觉得这个不用太醒目 因为它的家的灯光好像 家的灯光好像有点太醒目 觉得太招摇 招摇 所以我就买二代 而且也比较便宜 才一八九 一八九 而且这都到时候没电 你就可以再充电 这个风力蛮强的 它三段式的 真的蛮强的 刚才声音很大 这样子 风力的声音很强 是可以感受得到它的风力相当 强风不是一般那个 弱弱的 像早期的话 有的可能都蛮弱的 它这个算蛮强的 而且你可以充电 而且这个收藏 就像我刚才跟我讲 这个是360度可以转的嘛 你要收藏就这样子 放在包包很方便 平平的 怎么样 你就放在你的那 女孩子一般有没有外出包嘛 其实都蛮大个 你就把它 比如拿个塑料袋 把它包好了 就塞里面 然后出去了 很热 你就把它吹了 这啊 一人脖子乖狗 这好像以前年轻 以前人讲说月光吃饼蛋 还有那个 这个网美在拍照的时候 可以把头发吹得飘逸的感觉 这个可以 对 因为它的风力够 对 你过在脖子 它吹得头发飘飘 绣发飘飘 我现在不想 它脖子那边挂了一支电伞 对 一支电伞 风力满梁还不错 然后就还附赠了这个 那个叫什么 稀油棉 应该叫稀油 稀香的功能 我是觉得 189 算是很便宜啦 对 我们爱吉利买的 然后他就叫我赶快来开箱 跟大家讲 189买两支电扇 算两支喔 对啊 算两支啊 两个头啊 两支电扇啊 两支电扇啊 对啊 然后这个也是 这我其实也是蛮可爱 蛮漂亮的 看 压 你看对 你说压久一点 他都说指示灯 像指示灯没出来 是我手技术不好吗 你说好 出来了 看 很强喔 有没有听到声音比较大声 再一次 再一次 更大 有没有很大声 够大吧 有没有可以给各位试 所以这样可能感觉不出 风很大 嗯 有没有 各位有没有听到声音那样 很大声 是实在是 很凉 而且可以挂在脖子上 哦 好凉哦 有没有 有没有飘起来 然后各位 还不错吧 189块 然后买两 两个电扇筒 算便宜啊 有可以吹到我这里 可以啊 这个距离我还感受得到 所以各位 各位有兴趣可以去买一个来 来吹 你就不用一直手拿着 甚至就是 难免会打 打电脑或看电视 你就这样放着 就这样好凉哦 我看 真的有差哦 对 尤其是在逛街 那人潮汹涌 很闷热的场所 更需要这个 随身风扇 对 这个是 应该家来说 应该是蛮流行的 我看 记得就这样套 不要那个从上面套 会不好套 就这样 各位这样子 然后你角度可以移 这样子 都可以随便的这样 你要吹你的头发 很飘扬的 就这样往上一点 这样就好了 好 各位这样 没有问题了吧 有兴趣就去买一个 我觉得很便宜 所以赶快来跟各位介绍一下 买第二代应该就可以了吧 对 比较没那么招摇 带出去的时候 比较不会那么醒目 好啦 今天就介绍到这边 谢谢大家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订阅 并将它分享出去 可以的话 也请帮我按一个赞 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